粗犷 豪爽 有一个火爆脾气 作战勇猛 功务不克 战无不胜 敌人闻风丧胆 一身忠义之气 致死不改本色 于是就有了一个莽张飞的绰号 不过这案看张飞并不全面 张飞其实跟鲁莽沾不上边 一 诗人眼中的万人敌张飞在当时就特别出名 在这方面 张飞比赵云 黄忠等人都大得多 张飞是当时公认的万人敌 曹操手下的谋士成谕 郭家 刘业 傅干以及孙权手下的周瑜都曾评价过张飞 对他的勇猛给予了高度赞扬 刘备有英明 关于 张飞皆万人敌也 备有雄才而慎的重心 张飞 关于者 皆万人之敌也 诸葛亮明于智而为相 关于 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 刘备以枭雄之姿 而有关于 张飞雄虎之将 必非久去为人用者 勇而有益 皆万人之敌而为之将 最能显示张飞勇猛的 是大家熟知的当阳之战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 曹操率大军南下荆州 刘备被迫难逃 曹操率一只骑兵猛追 双方挑战于当阳的长板坡 刘备寡不敌众 被曹军赶精锐的骑兵围住 情况十分危急 刘备让张飞断后 张飞手下只有二十名骑兵 曹军要追赶刘备 必须过一条河 河上有座桥 张飞带人赶紧把这座桥拆了 以这条河为屏障阻挡曹军 曹军到了 张飞也不撤 而是立在那里瞪着眼睛 横着长矛 冲着敌人大声喊道 我就是张继德 可以来决一死战 曹军看到张飞如此勇猛 都十分害怕 虽然张飞身边的人很少 但曹军也没有人敢上前 这一段不是小说和评书的创造 而在于史书没有大智大运 危机时刻不可能有如此出色的表现 二 很有政治头脑张飞不仅勇猛 而且有智慧 三国制评价张飞有国事之风 这主要指的是他意识严言的故事 汉县帝建安18年 诸葛亮奉刘备之命帅张飞 赵云等步前往一州增援 诸葛亮让张飞率一步人马先行 张飞在前面开路 首战巴东郡 将其顾客 直抵巴郡郡至江州 江州即经重庆 是一州东部重镇 时任巴郡太守炎炎 一向反对刘备进入一州 所以拒不投降 经过一番激战 张飞攻破了江州 将炎炎生擒 张飞抓住炎炎 命人将她带到自己面前 斥则说 我们大军已至 你怎敢不投降而拒战 炎炎丝毫不惧怕 回答说 是你们不讲理 侵占我们的土地 我们江州只有断头将军 没有投降将军 张飞大怒 命左右将炎炎拉下去砍头 炎炎脸色不变 张飞被炎炎凛然之气所感动 下令把她释放 遵之为宾客 这不仅是一段历史佳话 更显示出张飞的政治头脑 当时 刘备取一州 却有反客为主之嫌 所以刘备特别在意争取人心 张飞善待炎炎正符合刘备的战略思想 江州之战后 张飞很快与刘备诸葛亮会合 最后将成度攻克 刘备平定一周后大赏群下 最高一级赏赐包括黄金五百金 白银一千金 钱五千万以及锦段一千匹 获得该赏赐的只有四个人 张飞是其中之一 三 巴西之战杨威明更精彩的还在后面 也就是随后的巴西之战 这里的巴西不是南美洲的国家 而是指巴西郡 该郡属一州刺史部 是由巴郡所分出 郡至浪中 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川东北地区 境内有著名的大巴山 汉县帝建安22年 曹操进兵汉中 将占据在那里的张鲁击破 张鲁逃到巴西郡境内的大巴山中 刘备派人前往迎接 但张鲁随后又返回汉中 投降了曹操 曹操占据汉中后 命下侯渊负责防守 命张和率兵南下进攻巴西郡 如果张和将巴西郡占领 一州的北部就门户大开 成都立即暴露在敌人的威胁之下 所以必须跟敌人力争此地 这项任务就交给了张飞 刘备命张飞坚任巴西郡太守 张飞随后率兵进至浪中 张飞率兵进攻张和所在的荡区 张和率兵迎击 双方势均力敌 相持五十多天 为打破僵局 张飞认真观察了周围的地形 最后设计将张和的主力 引诱至一处山道很狭窄的地方 将敌人分割为不能相救的若干部分 然后分别击破 最后张和只带着十几个人逃出山里回到汉中 张飞率兵占领了巴西郡和巴郡 这一仗十分关键 如果打败了 让张和将上面这两个郡占领 那局面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所以三国之说张和深入于巴 几丧一周 四 善待读书人张飞虽然是一员猛将 却不是那种悟空一切 刚愎自用的人 他不仅有头脑 有智慧 知道争取对手 他还十分尊重世人 三国之说关于平时善待氏族 看不起读书人 张飞和他相反 尊敬读书人却不爱惜氏族 刘备曾提醒张飞 你待手下过于严厉 对下面的人整天责罚鞭打 又让他们在你左右 弄不好就会出事 张飞听了 但终究性情难改 善待读书人 这是一个优点 但不爱惜氏族又是一个缺点 在张飞的身上 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 张飞的缺点挺要命 后来发生了叛杀事件 导致张飞死于非命 诸葛亮在所专的著名军事理论著作《将院》中 有关于将领基本素质要求的论述 认为契林三军 至今强弩 窃于小战 勇于大敌 此之位猛将 而见贤落不及 从见如顺流 换而能刚 勇而多计 此之位大将 在诸葛亮的心目中 猛将和大将相比 还是有层次上的区别的 做一名猛将也许不太难 但要成为一名各方面都很全面的大将 那就困难多了 五 还是一流书法家三国之中 张飞的传记不到一千字 无法完全反映出 这位三国名将的风采和全貌 南北朝时有个叫陶红锦的人 写了一部刀剑路 里面有一段记载说 张飞出败兴廷侯时 让将人用赤山铁专门打造了一口刀 他亲自在上面写下名文 兴廷侯 蜀大将也 后来张飞遇害 范强刺杀张飞后得到这把刀 把他陷往孙武 南北朝区三国时代较劲 这个记载有一定可信度 于是人们才知道 原来张飞也会书法 兴廷侯刀名就是他的书法作品 原代画家吴振曾对张飞的书法成就进行过评价 认为他的造诣很高 甚至说三国时代公认的著名书法家中游 皇相都比不上张飞 明代有个叫曹学全的人 写了一部署中名圣记 与徐霞课游记齐名 其中记述顺庆府渠县有个八蒙山 在山下看到一块石头 上面提有汉将张飞率 金足万人大破贼手张合 立马乐时的两行历数大字 渠县及当年巴西之战的所在地 曹学全除了是位旅行家 还是明代著名的文献学家 他的这个记载也有一定可信度 名人卓尔昌著有画随源泉 说张飞最擅长的是曹书 另一部名为《丹谦总录》的书中记载 四川福林一带自古流传下来一种雕斗 上面有名文 就是张飞所写的 现代著名学者吴涵曾写过一篇由张飞的书画谈起 其中写道 我国书法家并不限于文人 武将中也不少 如岳飞 张飞等 明镜需要您的状态